12月2号山高水长 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将会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展 这是历史上首次聚集唐宋八大家主题的文物展 也是首个以精品文物为主呈现 唐宋八大家文学成就 人物生平和家国情怀的主题文物展 此次展览展出与唐宋八大家主题有关的 书画 碑帖 踏片 古籍等展品百余剑 分为文锤千载 德行笃定 家国情怀三个部分 每部分下设若干单元 采用多元叙事方式详述唐宋八大家多姿多彩的人生轨迹 以及唐宋时期的文化与社会生活 唐宋八大家是一个文学概念 我们用文物展览的形式把唐宋八大家呈现给观众 这就是一个首次的创新 这次展览中我们还在策展理念上有了很多首次的创新 比如说我们是以观众为中心的一种策展理念 辽博本身一些古宝级的文物也有三十多件文物 首次和大家见面 本次展览是继又见大唐又见红山展览后的又一次大型文物展 是树立辽宁文化品牌 提升辽宁文化形象的一次具体实践 本次展览将为期三个月 本台报道 看这部展真是十分的精致 这展览是为期三个月 感兴趣的观众 12月2日就可以去辽宁省博物馆参展了 中文字幕提供